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双 双双 好了好了 你别看了 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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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再仔细挖挖挖 这下面一定还有人 少女军 我们已经查过了 人都在这儿了 双双 双双 你好好想想 没有找到陈将军是好事 是 你阿富定还活着 他武艺高强 此时说不定 正在某处疗伤呢 对 阿富可能在某处疗伤 他还在等我去找他 我去找阿富 立刻休书 将此事告知身上 是 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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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了 你让我去找他 少商 你现在这样找不到证据 放下我 你只会伤到你自己 你冷静一点 我如何冷静 我要如何冷静啊 我阿富如今生死未卜 我阿母 大母 唐子阿兄们 全部都入了狱了 随时都会死的 不要再找不到我阿富 可就来不及了 等真是来不及了 你放开我 我比任何人都懂你此刻的心境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承受 我当年的同处 阿富 少商 可有找到我阿富 还没有 那些使手再次确认过了 确定没有陈叔父 挺有漏掉的地方 我去找我阿富 你让我去找我阿富 少武军 你可知少主公背了你 走了好几个时辰 回来连口水都来不及喝 闭嘴 阿飞 是 我就要说 那日少主公听闻取灵侯出事 为尽快拿下寿春 只身一人潜入城中 被千军万马包围 还被碰坤刺了一件 险些丢了性命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又担心你会来通牛县 马不停蹄就赶来了 这几日未查程家事 他都没合眼 你就心疼心疼呢 阿喜 带他去领法 是 有没有受伤 好 颜不颜重 给我看看 我没事 真的 我没事 那日在寿春 彤彤想要杀我 但他的兵器 也没能刺传你送我的护心甲 所以这么算来 还是你救了我呢 你是我郎旭 日后要一旨记得 就算是为了我 也不能这般拼命了 那时候得真一出事 我只恨不得自己再快一些 那还顾得上什么性命啊 疼不疼啊 疼不疼啊 不疼 那日在华县 你替我疗伤疤劲时 问了也是这句话 有时我想 若是能得你温柔的相待 便是身上再开几个稿子 也是值得的 别再胡说八道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你知道吗 自从我舅父去世后 我阿牧变得疯疯癫癫 这时间就在我家人关心我 是否会疼呢 你以于你说 你别无选择 程家的身子全息于你一身 我明白你的心境 因为一直以来 我都是祸家最后一人 以后不会了 就如你同我所说 从今往后 你不再是孤身奋战 也不是别无选择 我永远会在你身后 我也可以保护你 双双 其实我 是吗 我真的很需要你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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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母在这儿 多谢主位 请 请 请 我大兄有多厉害 此次凭借一人之力 劝降叛军 连圣上都奖赏了他 当奉朝为官呢 你们看这铜镜 这是当年他送给我 阿嫂的定情信物 亲手打磨的 你们可曾见过 这样深情的如一郎君 往日我怎么不曾听你说 这位大兄世纪啊 是你堂兄吧 堂兄怎么了 堂兄赚的也是我楼市风光呀 妹妹莫要拿那名同性炫耀 父亲会不高兴的 阿嫂你来啦 快坐 这有什么呢 不过是害羞吧 我阿兄啊 当初亲手打磨的这个镜子 更是用十种文字刻下了尖家 就是送给阿嫂的 十种文字 好啊 受 楼少夫人 冒犯了 那面铜镜 可方便再给我看一眼 少少妹妹 你能来可是太好了 我还担心娶灵侯一事 你不会来了呢 戴罪之人怎样敢参加宴席 阿嫂你拉她来做什么业 不信会心吗 楼少夫人 我知那面铜镜 是楼大人送你的定情信物 能否让我看一眼 程老师 你不是看过吗 还看吗 一面铜镜而已 有何不可 待你与林将军成亲之时 我也命人打磨一面送给你 好 我请你 你好 好 是啊 好 好 你看ara 好 好 好 丁不宜 人善见 今日 可是我们楼家的大喜之日 你们这样带兵前来 是不是有些个不妥呀 廷尉府侍郎袁慎 奉圣上之命 捉拿杀害童牛 县令一家的嫌犯 还望楼太夫见谅 此处宾客众多 林将军此番动作 难免会惊让他们 这也不说话可好 刘奔串通彭坤大将马戎 诱骗童牛县令延中 将金统与佳人托付 然后尽数屠戮之 最后假作说服马戎 开诚投降 还将罪名 栽赃给曲灵侯成使 刘奔串通彭坤大将 坐下一时三鸟之计 可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阿兄不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 林将军想为城市 洗刷罪名之心 我全然能够理解 但要定我罪 总不能光靠推测异想 可拿得出真凭实据来 你手脚利落 当初涉事的一干人 几乎全部被灭口 甚至连马戎 连马戎也是我杀的吗 谁说我没有真凭实据了 连李冯夫人 都拼命留下线索 你怎么感性那马戎 对你就毫无防备呢 证据 我们已经查到了 明将军在县衙中 发现了这些日子以来 你写给原县令的书号 从你们相识 相约 会面 山洞言中 携老母诱儿随城将军 运送物资的不驱出城 甚至到约定时辰地点 一概皆有 我猜 你是想让马戎进城之后 销毁这些书号 没想到 他却故意瞒了下来 以备后患 林将军 可要看看我过往书信 这并非是我的自己 可是我熟悉刘斌的自己 这不是他的 别妄图将此事 塞苍到我们身上 那你给娄少夫人的 定琴之物呢 这面铜镜 背面有楼大人 亲笔刻上的多种字体 我记得楼二夫人 曾与我说过 我家大郎啊 擅长书法 他还在剑字后面 用不同字体 刻了一手奸佳呢 这其中 与姓韩上 有没有相同的字体 楼大人 你心里并比我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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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夫君 他们说的这些 可都是真的 没错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你心里并比我更清楚 你心里并比我更清楚 你是否更清楚 在心里并比我更清楚 也不过 你心里并比我更清楚 你心里并比我更清楚 阿姨 是对不住 陈梁子眼中了 你从不曾对不住我 一切都是大胸咎有自取 幸好我们英大兄一样 李伯父一起被贬回家乡 太子殿下保重 老陈就此告别了 老太子保重 为何要选去华先生人 说起来在华先生 好似我这一生中 最快乐的时光 现在想起来还像做梦吧 那时的你率真勇敢 那时的我蠢争无群 可惜不再有我选择 我宁愿此生不曾遇见你 并没有去过华先生 你多保重 多保重 你都没有准备 bloom 该 đã再活了 别再丧心了 若非你举ONA 他们夫妨二人也去不了华zwischen 儀 如今华现已是太平之地 想必他们去了 也能够施展心中的抱负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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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 你来了 快来快来 阿姆给你做的杏仁糕 你最喜欢吃的 来呀 快 尝尝 尝甜不甜 来 来 来 尝尝 来 怎么 你是嫌阿姆 没有 阿姆做得很好 我吃 来 尝一块 阿里 你 你吃个杏仁糕 为什么紧重眉头啊 吃阿姆做得不好吃 是不是 没有 很好吃 很甜 真的啊 阿里喜欢就好 好 如今 城里虽然缺东少西的 可是这杏术结果了 这个杏仁糕啊 你想吃多少便可吃多少 阿姆不会亏了你的 好 你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呀 快来 快来 快来啊 快来 快来 傻孩子你慢一点 拨着呢 啊 霍夫人还当自身是孩童呢 好 为何我觉得霍夫人的病 今日瞧着 比之前精神好些呢 君华上了年岁 保不住病啊 如今看似精神 实则 已由尽灯枯了 她是霍家伯母早产生下的 从小身体就不好 才受尽了宠癌 为了灵贼 贫死生下了子生 却落得了这般的下场 其实不止君华 子生也是早产儿 我记得当年 她生下来的时候 就像个小毛子一样 大家都觉得她养不活 才给她起了阿黎这个名字 倒是霍家大嫂 生了几个儿郎女娘 全都健康 壮实得很 这为求平安啊 便将自己儿子的名字 给了自身 那霍冲将军的儿子叫什么 不宜给了阿黎 君华儿子的无伤 便给了霍家小侄子 霍无伤 都说外甥消救 不宜和无伤这两个孩子 又是长得很像 所以君华呢 就总喜欢 把他们打扮得一模一样 让霍兄来猜 靠恨那灵贼 整日里装出一副 慈父的嘴脸 蒙骗世人 时得此生有事 他报过几回 甚至有事都会认错 两人真有这么像 连承阳侯都会认错 那还不是因为 他极少亲近孩子的员工吗 虽然这两个孩子 相往很是相似 但脾性 却相差他一个 一个呀 调皮好动 喜欢爬树 登高 另外一个呢 文静 名理 喜欢看书席字 虽然性情不同 但两个人相处却极好 阿黎喜欢吃杏仁 这哈征 虽然碰到杏仁 就会起红针 还是愿意上树 去为他摘果子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怎么长了这般多的疹子 应该是操练的时候 被温虫给咬了 大冷天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温虫啊 我看看 你发热了 好烫 请我看一下 一是说 少主公是拾不得姓仁才会发热 过一夜便好 可为何少女君一言不发就走了 都不等少主公醒过来 定是其少主公不爱惜自身吧 只盼着彭坤 能赶紧将孤城一案都交代了 这样少主公 也好早日放下心结 与少女君完婚 是 少主公 一事不是让你多歇歇吗 你怎么又起来了 等不及了 再等就要晚了 我们去厅院府 抢彭坤 是 说 为什么对前安王下手 为什么要对孤城下手 不及了 你不及了 你自自把我从廷尉府 入到这悲剧鱼 分明是想滥用私刑 我可以保证每一边 都落在同一位置 不知彭将军 能受得了几边哪 说 我跟将士们出生如死 我跟将士们出生如死 前安王坐向孤城 不断高声 我杀他有错吗 小前安王无能 却只等着孤城不娶 燕熙王位 父死子继 我们这些寒门将士 什么时候才能出头上位 只有老前安王在阵中死去 小前安王无礼安抚不娶 我 才不会永远只是个富家 至于孤城 没有及时能够救援 完全是他祸中 倒霉而已 不可能 你那日在寿春 你说此事与林医有关系 是什么意思 孤城陈破 是不是因为有林医 在城内做剑影 你已经是文士的一条狗 怎么 连自己的亲生阿富 都想要反咬一口 去药宫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 刘仇 你杀了我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庸王我杀了 文秀军我贬了 晓月后我也立即滚去了皇里 少爷 要杀你 易如反常 我要的是让你 生不如死 而这里 至少就有上海种法子 是 彭将军 是否愿意一一事实啊 你方才为何对着霍将军的画像出神啊 我是觉得霍将军与子慎到时候几分相像 都说外甥消旧啊 不一和无伤这两个孩子 又是长得很像 虽然性情不同 但两个人相处却是极好 阿黎喜欢吃杏仁 这阿征虽然碰到杏仁就会起红阵 还是愿意上树去为他摘果子 怎么长了这么多的阵子啊 应该是操练的时候被温床给药了 少商 好 皇后怎么还没睡啊 于近日身体不大好 勉浅 瞧你屋子灯还亮着 就想过来看看你 皇后 等我说说子慎的事情吧 她的性子是一直这么清了吗 我听闻说她跟霍侯公子长得像 小时候大家都经常认错她 像也不像 子慎小时候欢脱得很 而无伤总是沉默寡言 少年老成 只是后来 出了那样的事 子圣 就变得像无伤那样 不爱笑了 其实 他有许多习性 跟无伤像 圣上也曾问过他 他说 他要为死去的无伤活着 不能太自已了 这孩子 前半生过得太苦 余庆幸 他身边 余生有你 我也庆幸 他身边能有皇后 其实 子圣帮我们更多 不管发生何事 人总要往前看 你莫要为他担心 他行事啊 自有分寸 快些睡吧 或许 明日会更好些 葫芬 您收拾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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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就要去见程孝商 别挡我 冯夫人 程娘子 过去是我对你不住 今日特地来给你道歉了 求你让十一郎放过我夫君吧 起来 快起来 我 我求求你冒冒我吧 我冒冒我冒冒 你可以没脸没皮 但长秋宫的里面不能不顾 你为了一个不忠不义的男人值吗 他在你们眼中不忠不义 那是在我眼里 没有人更比他有情有义 是 他忤逆谋反 甚至杀我亲人 可你知道我这些亲人算什么亲人 我在娘家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阿父无我呢 阿兄纹固 阿母更是心中只有舅父一家人 随时可命我为他母家牺牲 没有人关心过我喜欢什么 更没有人在乎过我想要什么 我除了他 可那又如何 好 王林 你清醒一点 那毕竟是坑了孤城的反贼 他早年在孤城 脏气重伤了身 患下船症 所以院中从未有过花草 他得知我喜欢释花弄草后 便不顾危险 让人带来了许多西汉花草种在院中 就是为了哄我开心 为此 他不敢踏足我的院子 这也让我安心不少 有一夜里 我屋中暖炉 点燃杖子起了大火 我以为我就要死在寿春了 谁知 他竟不顾幸运 拼了命地来救我们 失望我阿父阿母 谁人又能做到 王虚倒是个好老虚 想当初 你还不去院家了 从那次后 我便发誓 我这条命都是他的 丑娘子 所以我求求你 你帮帮她吧 你帮帮她好不好 我 洪宽谋反 那是朱连九族的死罪 你当真觉得我一个小女娘 可以说服圣上救她 不是 我并非让你饶恕她 我并非让你去救她 她既然谋反便不可能免死 只是林不宜将她从廷尉府带走 关押在北军域连夜审讯 林子盛心狠手辣 定会对我夫君用尽酷刑 是 我夫君的确有错 但林不宜赖用私刑逼人认罪 难道就没错吗 我们所为罪无可赦 还需要逼她认罪 王林 我帮不了你 好 你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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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少少 看来你对林子盛 真的是一无所知 林子盛才是这个世界 最深不可测 最心思可布的男人 我夫君在都城都有耳目 他曾有说的 陛下 那彭坤家眷已枯促至长桥宫的 可怜那彭坤家眷 服从孩子难保 这一切都怪得林无疑 你们御史台 连人家孩子保不住之时 都要怪在林将军身上 当真是闲得慌 所够了没有啊你们 很烧伤啊 你现在是越来越出现了 陛下 臣女冤枉 臣女再糊涂 也不会对一个孕妇动手 只是她口口声声 帮逆贼彭坤说话 还出言诋毁我们此生 臣女没忍住 臣女没忍住 才用帕子塞了她的嘴 你那是帕子吗 你的风铃是足袋 左大人何时问过我的足袋 你放下 此处崇德殿 即便领毁于是你蔚来郎序 可你也不能如此出言 羞辱朝廷重臣 他不是不能 而是不必 因为他蔚来郎序 大肯自己出言侮辱 所谓朝廷重臣 好 哎呀 那你太太是 你怎么就有蛇 啊 我去得到我这儿吧 我去冰射 你去找我 那我就去找我 你能不得去 但是我去找我 你他帮你去找我 你去找我 我去找我 你去找你 从廷尉府带到北军狱 私下审问用金空刑 采水余法不合 是因他不仅牵连谋逆重罪 还与当年孤城城破有关 你知道些什么 彭坤之所以铤而走险 是因小岳侯被请 彭坤自知道年害死前安王 连累孤城城破之事瞒不住了 但当初他不过是一名副将 如何敢谋害主帅 此事主谋定立有其人 王林告诉臣女 彭坤这些年 一直与都城之恩有所来往 而这暗中与彭坤来往之日 甚有可能就是当年一同 参与孤城案的真凶 彭坤受其威胁 被逼无奈只能冒险其事 林将就将彭坤 待与北军狱审问 是为了更快查出暗中之人 敢问左大人 何错之有 既然如此 彭坤更应该交与廷尉府审理 子盛与孤城虔诚深度 再不亦参与此案 朕是因为此案与臣相关 所以更应该交给臣来审理 以此慰藉孤城亡魂的在天之灵 既然此案与孤城有关 子盛便与廷尉府一同去查办 老三 盯着点 不许刑讯逼供 是 陛下 王陵说彭坤迟迟不肯认罪 是怕连累弃儿 倘若陛下肯赦免王陵腹中孩儿 他愿意去廷尉府 劝说彭坤 是 至此无辜啊 朕 也并非是暴君 若是彭坤肯赵 朕 就此他妻儿无恙 是 这个有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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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 文宵军被小约侯射击 在寿春四字铸笔 你其实早就知道 但你从来没有想过 要告诉皇后 更别说是阻止 你宁愿身上 对皇后储君失望 也不曾想过要帮忙遮掩 事与不失 你诊着文宵军 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报私仇 与其说你是为了我 打赏女士丹 不如说你是故意将 五公主之事闹大 想让小约侯率先攻击东国 事与不失 人人都说你临不意为了我 不顾一切 可谁能料到 我不过是你的当尖牌 红颜祸水着名头 我当不起 你说完了吗 那该我说了 太子万事不做 朝臣们都嫌弃他愚钝无能 如果他做了错事 他挑刺之人就更多了 可偏偏太子耳根子软 最是器重王传语动太夫 他们两个 一个是蛮含无能的酒色之徒 一个是固步自封的伪君子 再这么下去 太子不错也会错 而且会越错越多 不去除杂草败藤 如何栽种珍贵名品 如此说来 这些确实是你所为 双双 我不希望你误会我 我不曾误会你 我只想知道真相 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你为何能在皇后太子面前 装得若无其事 背地里却算计了所有人 我算计的每一个人 都是罪有应得 或是得不脾位 但我为你所做之事 皆是出自真心 可我想要明白你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我将来同窗共准 生儿育女之人 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我们就快要澄清了 可我觉得我对你一无所知 不许可行 自身 我再问你一次 你是否还有什么大事 未曾告诉我 只要你说 我就行 其实我 林将军 林将军 太子殿下有请 去吧 看你如何面对太子殿下这份兄弟之情 子盛 子盛 殿下 紫尘 难得陈阳侯进攻 你们父子二人 好不容易见一面 不如今日 一起共用武善的 殿下 圣上命臣协助廷尉府 审理彭坤一案 如今案件尚未查清 如若没有其他要事 恕臣告辞 紫尘 莫及 紫尘 你从寿春回来 还未曾和阿父见上一面 如今你马上就要 跟欣妇成亲了 阿父有几句提起的话 想跟你说一说 难道不行吗 紫尘 程阳侯只是想与你 共用武善而已 毕竟是你家人 何必做得如此决绝 紫尘 那彭坤就对你如此 重要吗 令你废弃老师 一刻都不舍得耽误 为何我查彭坤一案 程阳侯如此紧张 不惜如此 也要拖延我去审案 阿父只是心疼你 不愿看到你为了查案 损伤自己的身体而已 如若揭持这般废话 那就不用再讲了 我没空听 也没空陪你扮演父慈子孝 这般惺惺作弹 还是留给淳于世吧 紫尘 吴实在是没有帮上程阳侯的忙 习惯了 无碍 无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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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彭夫人得圣上旨意 特准备韭菜去探望彭坤 本想劝夫君招供 但不曾想 刚到狱中便发现 彭坤已病发而亡 令氏可察验过了 死因哪 令氏验过了 是喘中发作 之前听王陵说过 彭坤患有喘症 不目得花草香 这应是旧气 彭坤是重罪 单独关押 发病时不曾有人发现 也就错过了救治事件 这分明是报应 彭坤害死了老前王 间接害得孤城城坡 你救赴一家满门为徒 他这般下场 也是死有余辜 子少 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 孤城之事 彭坤死了 你终究可以安心了 日后和上上成婚 好好过日子 不用担心那些不想看着的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杀了他 子少 你冷静一些 这都是意外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陪你 子善 这天下 若是有你都办不到的事情 那定是无比艰难 其他人也是办不到的 人人都说 我临子善无所不能 但其实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什么也做不到 受伤 我闭上眼 他们都盯着我 浑身是血 他们一直在质问我 为什么 为什么还不报仇 为什么还不报仇 我们不敢活着 我等了十几年 我等了十几年 可最终 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 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 不会的 不会的 一定还会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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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清了所有的办法 我做清了所有的事 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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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事情 你告诉我 我可以与你一起分担的 我本就是你未来心腹 我们就应该无话不说 眼下自觉 一时四觉 一时四觉 少臣 我没有退路 你真的会一直陪着我吗 无论是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帮你 无论是任何事情 我都会与你站在一起 尘双双 尘双双 其实 也很生气 过不低了 我们的家 少叔公 少叔公 大事不 olho了 少叔公 夫人他 快要不行了 过来 一会儿 不要忘了 忘了给周 我答应你 绝不会忘 死仇 毕报 好 阿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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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放心 你昨夜一夜未睡 一罐熬了一些安神汤 你先歇息 才有尽力处理货福人后事 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了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 身老病死总是难免 人总有分别之事 纵人生里四别是难免 可只要心中人有惦念 不论是在九泉之下 又或是千里之外 都不能真正将你们分改 真的是这样吗 四山 你昨日要对我说什么 自身 无论你要做什么 只要你说 我无不答应 我知顾尘埃一世 在你心里的心结 也知这些年 你对祸世全族付出的一切 若我能早些年认识你 便可以与你一起分担 不知你这一路艰难独行 如今彭坤已死 孤尘埃一世已告一段落 你复仇之心 且可以放下了 在你我成婚之前 我希望你能信任我 庄山 如果有一日 我做出了今天动体之局 你还会对我永不变心吗 你阿姆的灵旧在此 你阿姆的灵旧在此 我也当着她能面与发誓 仙灵在上 生命为阵 我陈少少 在此离世 我与灵不移 此身钟情 绝不被离 他若不离 我绝不弃 愿离此事 此生不得返回 此生不得返回 此生 我敢捏笔为谋 你敢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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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伤林心 我毕竟在问你一次 你可有话要对我说的 若有人伤你亲人 你明知对方有罪 你却无法将对方一律裁决 你会怎么做 若是有人伤我亲人 我定不会原用 他让我有多疼 我会让他千百倍地还回来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帮你 无论是任何事情 我都会与你站在一起 没有 没有 你还没有 是 你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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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侯爷 不知程阳侯 来我阿姆的灵堂做什么 我来送夫人一程 她为何出手伤人 伤人 我打的就是你 子盛啊 七日后是你阿父的五十整寿 侯爷打算在府中设宴 天南海北的灵氏族人都已经赶到了 你阿父今日来 本是想邀请你阿母参加寿宴 谁承想 姐姐竟突然先是 与我们天人永阁了 寿宴就罢了 清华刚走 这个时候改寿宴 不合适 可临氏族人都已到达渡城 如何能改啊 既然都已经定下了 那就照办吧 侯爷受臣之时 我会将阿母的寿令 一病带到 子盛买 那太好了 我多备一些你爱吃的韭菜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但是人死路灯明 你要保证好自己的身子 侯爷 前来祝寿的灵氏族人都已安坐好了 子盛这些年来 不惜违背圣上的意愿 宁愿背负不孝之子骂名 也不肯回家 侯爷你说 这回他怎么突然改变心意了呢 还不是因为霍九华那个储处 在世的时候阻碍我们父子相见 不得共享天子 这个凤女心真够狠 死了便是 如果她不死 子盛我不会任务之道 这一天 我等了十五年 日后 再也不允许任何人理解我们父子 妾有些心慌 昨日子寿 看侯爷的眼神可怕得很 我担心 君华姐姐已经跟她讲了 你多年前在孤城 不就 侯爷 我做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做 我告诉你 凌不宜是我的亲生儿 她现在想回家 就让她回家 难不成我还要防备自己的儿子 你缺少贤德生不出儿子来 休想让我和你一起无子送终 你给我记住我 管好你的药草 日后再敢胡言乱语 我亲手送你下来 和霍静华团聚 霍言 知错了 知错了 林医啊林医 我好歹跟你做了十几年的夫妻 我全心全意照顾你的饮食情趣 你竟然对我 半天情理都不念 半天情理都不念 当年你原配妻子未能寻到 你就非要跟我成亲 我为此爱了多少的妈呢 别人可以耻笑我 托慢我 可唯独你 你不应该欺负我 当初我被霍静华追打 掉了孩子 弄得我执亲无二养老送终 这不是你造成的吗 你怎么可以 亲手戳我这套伤疤 你真是诸口不如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心里就只有你那个儿子 好 我成全你们 那从今以后 你们就父子二人团聚吧 这儿 我也要为自己 另寻个出路了 三娘子 这发官可真好看 女公子 这一身便是皇后挑选 宫中最好的绣工 花了整整一个月 为你绣的嫁衣 可真是太好看了 其实 大伯母也为你 准备了一身婚服 可惜是用不上了 待到堂子出家之时 便能用上了 娘娘 那可是大伯母 特意为你准备的 堂子 我明白的 我竟不是过去那个 患度婚式的小女娘了 我进宫这些时日 加上得亏是由你来照料 我都不知该如何谢你 家中之时 都是大伯母和轻姨在照料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堂子又能干 又不鞠躬 怪不得阿母如此喜欢你 如此一来也是最好 家正我堂子照料 阿母即便是失去一个女儿 也不会觉得太失落 娘娘 你不过是出嫁 又不是一辈子都不回来了 岂能说 大伯母会失去你呢 女娘出嫁 便就是把半身 悬挂于郎旭身上 若她遇险 我便也不回来了 凌将军到 凌将军到 下来 我便是 她不停 她不停 我便是 雨柿 还心思感 说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足年五十 如何 妙妙不试了吗 婚礼当日要待许久 还是适应些好 没有适应的必要了 今日承阳侯设宴 子生会前往宫河 略妙 备份贺令 让夫登送去承阳侯府 立刻 快 是 老师 你十五年没回家了 今日回来 便要杀了为父吗 这些年我好生习惯了 总觉得抚养了别人的儿子 你不以为父同心同德不恕 甚至还尊霍氏为先 是 我辜负了你阿姆 灵氏也比不上霍氏的功勋卓绝 但是你要看清楚 祖上的牌位啊 你到底是姓灵还是姓霍呀 你真的想知道吗 真的想知道 哪怕为父今天死在你的刀下 也让为父死个明白 倘若我今日就是不想让你死的明白呢 他 放肆 谁让你们用剑指着我的儿子 儿啊 你是我的儿子 你和你阿姆回来以后 不愿亲近为父 为父叫你回家你也不肯 这都城上下 都责怪你不孝啊 但是为父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你一直在跟我耍性子 你从小性格倔强 少言寡语 你不知道随了谁 但是父子之间 哪有那么多隔夜仇啊 儿啊 我想你不会真的想杀了阿福啊 谁儿啊 为父活了大半辈子 难道不懂得 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你若像阿富一样 经历过那些重重熬战 你就不会这么轻敌了 此刻 你不想与为父说明白吗 九泉之下 或是族人 自会跟我 说明白 女公子 女公子 咱们的寿理还未到朝阳侯府 就被府兵拦住了 他们说府中设宴 无情铁者不可入内 可是这朝阳侯府也怪 设宴 竟然连司主之声都听不到 我就只好先回来了 果然如此 你这么多年 我最后的 我看你 你这么多年 我看你 你这么多年 你这么多年 我看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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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自己非要冒这个险呢 此事是关于他 我不能束手不管 鸟鸟 天大的事 自有地后做主 鸟鸟知道自己人为阴卿 不足以改变一切 但人来事生一早 总要拼命做些事情 还能拼命令人恢处 自有地下� 好 站住 孟太子虎福令 前方承崖红补接言 尔等不得向闯 上 娘娘 你只管我承崖红补冲 她发雾替你开了 儿等听了 不管谁送我来 别以你们拼了 听了 别以为我 还不快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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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怕是认错人了 你的阿历早就被你给杀了 是你亲手打开城门 放敌军入城 将他挑在孤城城墙之上 你忘了吗 辜负大人 撒谎 我不信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你又是谁 我不仅知道这些 我还知道是你亲手杀了我父 我 自从我和姑母回到独城那日开始 我就下定决心 终有一日我要取你性命 而那一天 这一天 就是今日 林不义 也别你不杀了你 明依上你也得是我儿子 你若敢擅自主张杀了我 也会递上你一条命 谁也抱不住你 我 如果小岳最后 就把我身上 奔骨 现在也不ं宫 我先炫一口 我一步步行至今日 只要能替我使报仇 我死而无憾 还有 我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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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是谁 您不已 还生活无生 无论我是谁 我对你的心都不温灭 为何要在今日 为何你就是不肯告诉我 因为满足徒劳之仇 我非报不可 双双 你我婚期已定 后日你我一旦成婚 我再来报仇 定千年成事满美 我一人做事 我一人担 我不会让成事 为我所害 您不已 善斗苦福 要问军阀 以赴谋凡 罪无可赦 今日 咱俩迈出此门一幕 杀无赦 杀 少少 我没有退出了 我没有退出了 我自己做得过错 我自会去抵命 你我从此却别 永不再见 过来 说说过 活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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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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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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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干得好 不愧是我诚实的女儿 娘娘 快跑 快跑啊 驾 你们还愣是吧 还不快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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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来 长江子 能够离这个逆臣 事处够心 犯下高天大罪 所以无可说 你若不束手就擒 就要怪我了 别杀了 这是我一人属性之路 同行之人 不该有你 好 既你从未把我当成同行之人 那我问你 我与你在你母亲临位前 你也必为盟 算作是什么 我说过 你不是孤身一人 你不必怕 我与你同身共死 我骗你选择 你不该来的 可是我还是来了 陈家上下全为救你而来 你说你自想 不曾被真心疼爱过 我来疼爱你了 你说你喜欢烟火气 我家人给你了 为何此时此刻 你就不能放下仇恨 好好为我想想 少少 你 你 只是十五年前的一场家国仇恨 与我 但是亲眼所见 压在我心头数年的血汗深仇 一刻之后每日顺序 耳边皆是孤城魔魂的声音 眼前 竟是父母兄弟才死在面前的血热残壮 这一切太重 太重 我放不下 我也不坏放下 少少 我自知对不住你 我对不住你 但我现已是天下罪人 唯有死 才不会累累你 累累你们全家 林无义 若你今日敢亲我一人 我君少少对天起誓 此生此事绝不远用 任生事事 也绝不远用 我从不敢奢望你远用 陈少少少 你我缘分已尽 来啊 大公 左幼与我听命 连同程娘子一起杀无杀 是 少少 左幼与我 林保亿 林保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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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霍夫人再委屈 林不宜也不能为替母亲暴躯 救世父啊 此事天理难容 林不宜没有世父 你刚才说什么 你为何说 此生并未是父啊 回禀陛下 林毅并非是此生身父 此生的身父 乃是霍冲将军 什么 你说什么 你 你再说一遍 此事乃是霍冲将军遗孤 霍无上 程少少 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 你虽是陵不宜心腹 但为他脱罪 也不能信口胡言 陵不宜是否是灵异之子 灵异能不知道 霍军华能不知道 陛下 这些年子生无法侍奉在霍夫人身上 陛下可知其中缘由 那陛下觉得 子善长得 与承阳侯像吗 子善长得确实不像承阳侯 更像霍将军 陛下 陛下 躲开 来 你接着说 说 霍将军之子霍无伤 对杏仁过敏 但林毅之子林不宜 却最爱吃杏仁钢 那日霍夫人准备了杏仁钢 来来来 子善退聚不得便吃下了 当夜全身起疹子高烧不退 从那日起 臣女心中隐隐猜测 直到承阳侯授颜 她心口告诉臣女 她是已是霍侯之子 霍无伤 陛下 林毅才是导致孤城城破 是霍将军惨死的罪魁祸首 此生做了这一切 只是为父报仇雪恨 那君华她 她 翠侯还记得 霍夫人临走的时候 说了什么 不要忘记 我们的仇 阿里啊 妈妈来找你了 丹凭你们知言骗语 就想定承阳侯的罪 可有证据啊 左大人既然要证据 那不如尽快将陵部移 从山崖下救上来 除是除非 一审便知 即便把她救上来 那她说的就是实话了 我如今倒是知道 子生的苦衷 她非但没有 承阳侯通敌的证据 如今连自己是何人之子 也如法争论 承阳侯死了 是死无对症 承阳侯活着 也可一口咬定 她就是子生身负 子生硬是百口莫辩 陛下 子生当真是走投无路 才会出此下策 凡事要凭证据 这话从成娘子口中说出来 好似我等瞒不讲理了 就是你不讲道理 左大人如此咄咄逼人 企图将罪名 全部扣在子生身上 究竟是为了泄风 还是为了宫礼 自己心里清楚 你血口喷人 住口 左大人 你究竟是御氏还是长蛇妇 父皇还在殿上 你在此一直喋喋不休 是想欺君吗 你们都说够了没 她是阿吏 她是阿吱 朕 自有法子 爱朕命 阿吱小的时候 朕曾经见过她 她的身上 有一个特殊的太极 是一个小小的虎头 却有三只耳朵 在子生的后腰下面 半寸之处 此身高烧身 趁你为她擦拭身子身 才见到苦 没错 就是那个三儿虎头 快 快 快派人去 把那个树子 从山崖底下抬上来 好好好 带上几个衣锅一块过去 可怜这个树子 已经两日没进米水了 好 陛下 待她回来 待她回来 朕定要把她捉到她父亲的灵前 通走一通啊 她是鬼迷的尖叫啊 有什么事情 说不清楚啊 非要听而走险吗 陛下 丁武夷身上还背着 私窃太子殿下虎符 撕掉兵族之罪 你 想让朕 去替阿朕抵罪 你就兴满意足了吗 别同承娘子一起 杀无杀 是 是 三殿下 有什么事 等我救完子圣回来再说 当心救援之时 有人出手加害子圣 那日左将军一路追杀子圣 期间不曾想过要劝降 更是把他逼到了山崖之处 直接下令放箭 若非如此 他也不会跃下山崖 我明白了 如果他们有二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 今日之时 真是多谢你了 待子圣回来的时候 我一定让他给你行大礼赔罪 放心吧 子圣那样深爱于你 以后一定会对你言听计从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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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